为什么同一个女人啊 别的男人呢勾勾手指就到手了 而你却怎么都追不到 我告诉你啊 你搞错重点了 你以为呢花时间 花精力花金钱去追女人 一份努力就会得一份收获吗 错了 养大了女人的胃口啊 对方更会跟你要这要那了 若说你不给 他会觉得呢 你这人怎么变小气了 生米恩 斗米仇 这个道理呢 你到底懂不懂啊 那为什么有些男人呢 都不需要付出什么 女人还对他赞不绝口 恋恋不忘呢 那是人家呀 把自己当成女人喜欢的奢侈品了 不当什么触手可及的舔狗 而是让女人呢 反过来倒追自己 我观察了身边那些女朋友 不断的男性朋友啊 我才发现 这种男人呢 会把舔的时间和成本 都投资在自己身上 比如说出门前啊 除了穿戴整齐 还会给自己呢 涂上点素颜霜 毕竟呢 女人都是视觉动物 对好看的男生呢 有天生的好感 每天出门前呢 像涂面霜一样 随便涂涂 什么熬夜 脸色差呀 瑕疵斑点呀 都能盖住 看起来呢 人就精神帅气多了 这样的男生啊 不比那些平时脸色蜡黄 还咯咯答答的男生 看起来香多了吗 别的不说啊 就这皮肤看起来好 就连气质呢 都提升了不少 女人呢 就是好色 大于理性 面对好看的男人呢 根本不会计较什么得失 还会变着法子的 对你好呢 所以呢 与其花心思 再讨好女人身上 倒不如呢 把自己收拾的帅一些 让女人来讨好你 学会这一点啊 想在感情中吃亏啊 都难